其實老師特別有寫了一段話 然後因為老師在現在人站在南部 因為他這次得獎的歌就是替黃崎寫的那首 爸爸的桑馬魚 那這張專輯其實跟我的環島旅行是同一個時間的創作 那非常高興 那也恭喜這個黃崎 當然老師在今天沒有辦法來 他人還在南部的漁港 然後在構思我今年的專輯 他特別交代我要特別謝謝評審老師 還有特別謝謝他的家人 還有他的一路來相挺的一些朋友 那他 武雄老師其實有一句名言 他常常這個掛在他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他的臉書或者是他的帳號上面 那我是他的多年的好兄弟好朋友 那我今天特別代表他來臉講 那這些年其實他 他一直是一個很認真很嚴謹的創作人 然後他這些年他很努力的寫很多很多的歌 那他一直有一句名言叫做 指出得起香蕉的公司 當然只請得到猴子 他這句話的用意就是說 這些年其實有很多 尤其是台語唱片公司 有特別嚴重的這個問題 很多台語唱片公司都用買斷的方式 然後去買創作人的歌 然後呢 花了錢打電視台 打八點檔 紅了 然後全部的這個好處都 都讓唱片公司拿走 所以武雄老師這些年 他保受了蠻多的壓力 那很多唱片公司 除了要殺他的架以外 然後就是 這個 要買斷他的歌 讓他非常頭痛跟灰心 所以這個 我本來我沒有想到說有機會 一個台語歌詞 可以跟這麼多的國語歌詞 一起比較 從以前到現在 這麼多年來 然後經驗上 往往台語歌詞 永遠都會輸給國語歌詞 所以這一次我也很意外 我有機會 入圍了兩項 我自己沒有上台 然後我替我的好朋友上台 那 我是想說在這個地方 也告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那其實 創作人是我們這一個行業裡面的寶貝 沒有這些好歌 絕對沒有這些歌手 也沒有這些唱片公司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要呼籲 唱片公司的老闆 或者是 anyway要做 要邀歌的朋友們 那要好好的愛惜 我們台灣這些優秀的創作人 謝謝大家 謝謝 所以剛剛五月天在吃完香蕉之後 你有想過換成西瓜跟熊嗎 沒有 那是他的一句名言 我很意外 那個阿信把香蕉拿出來 然後嬌嬌又穿黃色的西裝 那我就想說 那如果萬一待會兒 我是沒有準備 我剛剛還一直把那個手機拿出來 然後因為是老師 他寫了Email給我 然後裡面我想說 然後我不要講錯話 然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背 然後我想說 應該上台機會不大 結果一抱五熊這樣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 上去我還 突然還要整理一下 還好 還好以我20年的功力還穩住 那電子媒體朋友 有問題想請教嗎 沒有 在這邊恭喜五熊老師 希望下一屆可以看到你的新作 繼續努力 謝謝